各位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大前言一的作品知性力 知性力呢有两本书 那我开始看的就是知性力第二本书 所以我就去查什么叫知性力 作者提到知性力呢 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天然禀赋 就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们要做的就是用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来揭开这种的能力 这就好像我们所说潜能意思是差不多的 反正知性力第一本书我没看过 我也不知道里面的内容具体都说了些啥 但是我看的是知性力第二本书 那今天晚上呢 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这本书的心得和这本书的主要精华的内容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知性力 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 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 对社会的贡献 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职责 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是不是一个人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 他就是一个教育的完成品呢 我想所有的人都会承认 那肯定不是 大学教育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已 所以在21世纪 我们不要成为21世纪的恐龙 什么意思呢 恐龙是个灭绝的物种 如果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就停止学习 恐怕我们也会被社会淘汰 就好像恐龙一样灭绝一样 所以为了很好的应对未来 我们要开始充电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读书会 就是和大家分享 鼓励大家读书 我们在一边工作的时候 一边继续充电 可能很多人是上班族 如果照我们现在的年龄 要努力的学习数学 成为数学的天才 估计是不太可能 但是按照我们的年纪 如果我们在很多的领域 愿意花五年的时间 去努力掌握新的知识 几乎很多的领域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在社会上有很多财富 有很大财富的人 比如说孙正义也好 马云也好 其实这些人 你看他们的人生历程 他们其实都经历了很多的失败 如果就念书而论 他们念的学校 也不是最好的学校 也不是排名最前面的学校 如果就念书而论 他们并非精英中的精英 可是就是这些人 压倒了那些所谓的精英 变成了优秀的成功者 为什么呢 如果你看这些人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经历过很多次的失败 经历过太多次的失败 反而他们对失败 没有恐惧的心理 更加敢于面对风险 所以一般的人 和这些人的差距是什么呢 就是你敢不敢直面风险 另外我们一个人 应该具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思维 去思考问题的能力 重要的是要不惧怕失败 勇于面对风险 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们做人呢 有四个维度 第一个叫职业人 就是和我们的工作有关系 第二个呢 叫社会人 什么叫社会人呢 就是我们要和别人打交道 第三点呢 我们是家庭人 我们有我们的家庭 第四方面呢 是个人 个人 家庭人 社会人 职业人 我们一个人要成功 就是四方面啊 要均衡的发展 这一点很重要 有些人呢 在家里面 处在一种孤立的状态 各位反省一下 这一个月以来 如果你结婚了 你们夫妇之间 有没有说过有意义的话 如果你有孩子 这一个月以来 有没有和孩子 推心致富的交谈过 安利公司的创办人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 以牺牲家庭为代价的成功 我是不要的 我想这句话说的很对 所以不管你怎么忙 我们都应该有时间 和家人度过 另外呢 不管我们和家人 度过多少的时间 工作了多少的时间 社交了多少的时间 我们都应该 作为个人来说 我们都应该有 私人生活的空间 也就是说 要有玩的时间 要玩的很充实 很充分 这样呢 我们在工作上面 才会很努力 我有时候看到 咱们中国人呢 一周全部都在工作 一周没有一天休息的 你知道这样的结果 是什么吗 就是好像我们一直在努力 但是好像一直使不上 那个劲 使不上力气 因为休息是为了走 更远的路 我们没有休息好 没有玩好 所以我常和别人分享说 吃喝完了 吃喝完了 现在我们成人了 就剩下吃喝了 也不懂得怎么玩了 也不懂得怎么乐了 孩子还吃喝完了 成人了 吃喝完了 就错过了 就留下吃喝了 所以有时候成人聚会的时候 我们首先会破冰 会游戏 把大家带回到 童年的玩乐当中 让大家在职场的压力底下 能够进行放松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另外有一点像我们这些成人呢 我们如何在我们这个年龄 还有所新的发挥和发展呢 就是要回到一些基础的方面 去重新充电 如果你打过高尔夫球 你就会明白 一个人打高尔夫球 如果一旦养成了不好的习惯 想要改正 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高尔夫球 我常常会去看一些 关于高尔夫球的这些内容 我发现高尔夫球 其实就那么一个动作 但是那个动作 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很多人养成了错误的习惯 重新叫他重新开始很难 甚至有些人花了一年的时间 纠正回来 就是重新练习那个挥杆的动作 调整需要一年的时间 甚至更久 所以今天我们要面对 21世纪的挑战 我们应该怎么样 重新开始呢 我们就要从忘却开始 重新去充电学习 我相信我们的技能水平 肯定肯定会有所提高的 很多人开车都很熟悉 我们要熟悉其他的技能 像开车那样的熟悉 那就好了 比如说语言能力 语言沟通能力 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比如说计算机运用能力 不仅仅是收发电子邮件 检索信息等等 还必须要有能够利用计算机赚钱的能力 另外还有逻辑思考能力 平时一般的思考 如果不是逻辑性的思考 有时候不太有意义 第四种能力是情商的能力 情商很多人说包括抗压的能力 抗挫折的能力 这些都对 但是情商按照作者的说法 还包括想象的能力 什么是想象的能力呢 就是把那些看不见的事物 能够看清楚的能力 还有第五种的能力 是网络空间环境的团队合作能力 现在我们很多的团队 不只是同在一个地方 可能是不同的国家 在网络上形成 结成一个团队伙伴 来完成一些共同的事情 所以必须要网络空间环境的团队合作能力 也非常重要 比如说有些人 用Zoom这个软件 常常在开视频会议 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 跨国来完成一些合作的事情 所以这种在网络上跨国团队合作的能力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 就是在网络空间 领导团队前进的这种领导力也很重要 我们可以反省一下自己 我们是不是具有网络领导力 很多人是能言善变的人 能言善变的人呢 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呢 就是这种人一出现 很多人会跟随他 另外一种人呢 就是他一出现 整体的和谐气氛呢 就被他破坏了 第一种的人 他一出现 很多人跟随他 他在网络上的也会常常能够平息风浪 争吵起来啊 他都会平息 也会把整个网络上的议论 引导到正能量的方向上去 这种的人在网络空间里面 他是领导能力的人 这种人很重要 因为现在在网络上很多人就随便说话 不为自己说话负责 另外一种 第二种的人 就是他一出现 就破坏整体的和谐气氛 这种人呢 在网络上也常常会整事情的 也常常会搞麻烦的 常常会引起争论 说一些不合常识的话 他一说话 别人对他表现不满的态度 群其而公之 他就不知所措 其实这种的人呢 老老实实的 不乱说话也就没事了 可是呢 他被别人一批评呢 就显得很恼火 甚至强词夺理 说一些更加支离破碎的话 所以这种的人呢 不但会破坏 我们面对面这种 实际的这种氛围 他也容易破坏 网络上的氛围 我想各位都见过这样的人 我希望大家不做这样的人 在网络上也做一个正能量的人 不要随便说话 我们所说的话 要为自己负责 另外还有一种能力 是理财的能力 这种能力啊 作者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说 我们看到很多大学的教授 他是教金融理财的 但是他们不一定就有金融理财的能力 甚至很多教授金融理财的教授啊 为了一点点的利息 把钱存在银行 我不是说这样做就错 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出门左转 听我过去分享的一本书 富爸爸穷爸爸系列 就明白这个概念了 他们把钱存在 只能获得一点点利息的银行里 钱不断的在贬值 有点像为别人做嫁衣 他们虽然教别人怎么做 但是自己没有亲自的去实践 所以知识没有转化成一种能力 他们的知识没有转化成一种智慧 如果我们看整个世界 像中国韩国日本 理财能力稍微弱一点 英国美国按作者的话来说 理财能力稍微强一点 像日本人 他们执着于土地 韩国人很喜欢黄金 中国人呢 很喜欢把翡翠啊 玛瑙啊 珊瑚啊 等等宝石 放在家里摆设 但是土地黄金宝石 等等的价格 可能已经没有上涨的空间了 即使一直我们持有这些资产 国民的财富也不会有所增加 那很多人呢 喜欢储蓄 当然我们应当要拿出一部分来储蓄 但是很多人过分的拿出来储蓄 他也不问这些储蓄 能不能最终增加多少的财富 他不问 默不关心 这些就需要财商的提高 我今天也有一个感受 今天我的孩子问我很多关于太空的知识 有些我回答不出来 我就发现 哇 我立马要去补太空的知识 所以如果你感觉自己 孩子问你也罢 或者你在生活中遇到问题也罢 你突然感觉到自己欠缺某一些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我劝大家就是立刻开始学习 以早不以迟 你觉得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或者我缺乏这方面的技能 不要哀声叹气 马上学习 咱们成年人充电是越早越好 像日本他们福利制度是个人的储蓄支撑的 据说在日本呢 年轻人支撑了老年人的制度 所以年轻人纳税比较高 来提供老年人的虚用 所以年轻人就越来压力越重 为什么呢 因为进入超龄化的社会嘛 那像法国也好 瑞典也好 一些欧洲的国家 高福利的国家 高福利的国家 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产业没什么活力 为什么呢 因为高福利啊 所以那些富有的人纳税很高啊 所以很多赚钱的人 能赚钱的人 和很多的企业都跑到国外去了 几乎没有什么大企业留在国内 像瑞典也是这样 几乎没有什么大企业留在瑞典的国内 那法国也高福利 那我们不知道这些高福利的国家能撑多久 所以你看就有很多的问题发生 我想这些问题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那在美国和欧洲呢 也有一些松懈的气氛 不过呢 并没有蔓延成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形象 德国给我们的感觉 也好像走向一点点的松懈 不过德国的每个家庭呢 还在努力维持 曾经拥有的价值观 像在美国生活着大量的非洲人 犹太人 拉丁美洲人和韩国人 法国是全世界犹太人第三多的国家 美国当然是第一 本土当然就是以色列了 像美国生活着大量的非洲人 犹太人 中国人 拉丁美洲人 韩国人 彼此之间 多元种族之间呢 有一些纠葛 反而带来一些的好处 为什么呢 各个民族就会说 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 我们才有可能不输给其他的人种 所以不管是美国家庭也好 其他种族的家庭也好 对孩子会进行严格的教育和教养 在美国的学校里是这样的 他们认为优秀学生的标准 有四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 能学习 我想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能学习 第二 体育要好 第三 具备领导能力 美国是很看重领导能力的 像西点军校 像哈佛大学 他们都很明确的目标 要培养领导人才的 第四 能够参与社区活动 这四个要素 缺一不可 所以那些高等学校 不是因为只是培养孩子学习而已 他们是综合发展 在综合发展方面呢 他们费了很大的精力 所以可能我们中国或者日本 可能有些不同 他们看重四个要素 如果你在美国读书 你学习好 体育不好 你也不一定会得到美国人的认可 为什么呢 如果你在美国 学习好 体育好 又有领导能力 能够参与社区活动 那就不管你的肤色是什么 不管你黑白黄 不管你是什么肤色 你都会得到大家的尊重 为什么 因为综合发展 已经被内化到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当中 你像美国的初中高中 对体育那重视的程度 那是非常高的 甚至有些学校 在 我不是说每天 有些个天 下午是不上课的 就是体育活动 如果孩子们在体育活动方面呢 没有取得足够的点数 那老师会非常严肃的提醒说 孩子 不要在学习上面太专注 只专注学习哦 你要养成完美的人格 你必须要进行体育活动 你看吧 非常支持体育活动 家常也很支持 体育运动比赛 家常都会来 给孩子们加油 游泳比赛可能拿到最后一名 家长也不会说 哎呀 你怎么拿到最后一名呢 家长通常会说 嗯 不错 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像一位生活在美国的老师 他说 他说美国人呢 很会鼓励 稍微好一点点 他就说good job 他就是鼓励 很喜欢鼓励 那美国国民的性格是外向型的 另外美国的高中 他非常重视书本 知识以外的兴趣培养 所以在他们的高中时代 有同管乐队呀 有各样的乐队呀 非常看重 那基本上呢 美国的高中生啊 是在最后一年 高中的最后一年 才真正的开始 冲刺考大学的 那这之前呢 他们都把精力用到了体育 文化 社区 活动上面 另外作者在书里面也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边看电视 边吃饭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 但是很多人还是照做不 一个家庭在晚餐的时候 一直开着电视 按作者的说法来说 实际上你已经把家庭给放弃了 在晚餐的时候 看电视节目 成员家庭的成员之间 很少有交流 心思都放在电视台词上面 顶多把电视的内容 当作对话的主题 有时候晚餐时的电视收视率比较高 所谓黄金时段 其实这个时候的电视节目 不太合适 不是娱乐内容为主 就是低损 闹剧 如果一个家庭 在晚餐的时候 一直是开着电视的 常常这样的 这个家庭应该是有问题的 晚餐的时候 应该是一家人 一边沟流交通 交流沟通 一边享受快乐的晚餐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时候 另外呢 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拥有知性力的人 把我们里面的能力开发出来 我们都要学习成为T型的商务人士 T型 一横一竖 字母T型 什么是T型人呢 T型人那一竖很长 对不对 那代表专业能力 你自己感兴趣的那个领域 我们应该拿出 十倍 百倍的兴趣和精力 深深的竖下来 掌握非常深厚的专业知识 像财矿物一样 财矿的学习方法 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 这应该容易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T型人才 那一竖一定要竖得很长 在专业方面 你一定要很专业 这个是纵向发展 但还要横向发展 T不是还有一横吗 横向发展 那就是多元化的能力 也可以说多元的思维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 可能一个专业还不够 可能你还要加一个 另外一个擅长的领域 也就是现在很多人说的副业 第二技能 斜杠青年 有很多的名称了 如果你有兴趣 你有兴趣的事情 你就应该投入进去 你说我感兴趣啊 那你为什么不行动呢 持续投入到你感兴趣的事情上面 坚持时间够久 你就有一定有成果的 像有些人对地理很感兴趣 比如说你去了阿根廷 你可能就会知道 阿根廷这个国家 中部是草原地带 土地是红色的 主要的出口坪是牛肉和小麦 你可能就知道了 对吧 如果你很喜欢地理 你到了匈牙利 布达佩斯 你就知道 这个国家是温泉王国 然后呢 你喜欢地理 你到了这个意大利 到了米兰 你就知道 米兰的那个大教堂 多么的大教堂 就是世界十大教堂之一 你到了佛罗伦萨 你到了贝加摩 你就明白 意大利大概有几个旅游的城市 是比较出名的 都有什么景点 基本上你就掌握了 你喜欢地理 你就拥有很多关于地理的知识 那另外有些人呢 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古文 古文我也是很感兴趣 咱们中国文字啊 在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里面 中文是最简练的 文件中文的那个章数是最短的 所以中国文字其实是简练的文字 中国的古文 那更不用说了 简练的文字 非常简练 现在很多人说话都是很啰嗦的 喋喋不休的 真应该学学古文 怎么样精炼的来说话 不浪费别人的时间 所以你喜欢古文 那你就深挖古文这块领域啊 我想在我们感兴趣的地方进入 进行深入挖掘 这是教育的本质 重要的话说三遍 我再说一遍哈 我先说第二遍 在你感兴趣的地方深入挖掘 这是教育的本质 再说一遍 教育的本质就是在你有兴趣的地方 深入挖掘 所以我们成人应该自我教育 你感兴趣的地方是哪里 我想有些人感兴趣的不只是几块 有好几块 你就发觉出来嘛 浓厚的兴趣加上学习 你会有很多的成就 你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斜杠青年 作者在这本书里面 从20岁到50岁以后 各个年龄段 他都有不同的描述 有不同的劝导 他说20多岁的人呢 应该学习五个领域的知识 我想这些没有硬性规定 看你自己感觉吧 他是这么说的 20多岁的人应该学习五个领域的知识 那学习什么领域呢 比如说学习地理啊 历史啊 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 像咱们中国人 上下历史5000年 这些书应该赌一赌吧 对吧 然后呢 世界历史 欧洲历史 应该赌一赌吧 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另外呢 学习一些地理学的经典书籍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学的 20多岁 如果多几个领域的知识 我们不断的学习 到了40多岁 我们所学的内容 就可以得以展现 那我们怎么学习呢 我想看百科词典也很重要 每天不要多 看几页就可以了 我小的时候就羡慕有一本慈海 后来终于有一本慈海了 也没有天天看 但是慈海 每天看一段 每天看一段 一本慈海你看完 我想增加你的知识 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吧 重要的是我们要重新走一下 前面的道路 很多人要想要学会英语 想要学会英语是他的一个梦 然后拼命的背呀背呀 甚至为了考试而学呀 为了考试而学的英语 考试结束 英语也就忘掉了 不断背诵的英语 也不一定记得住 其实说回来 基础掌握是最重要的 其实初中的英语 像咱们过去小的时候 是初中才可以开始学英文 现在小学就开始学了 幼儿园就开始学了 那初中的英语 如果你都掌握熟悉了 基本绘画就没有问题了 高中掌握了 那就更好了 大学掌握了 基本也就差不多 除非你考的 考英语考级 除非你还要成为一个翻译 那样的水平 那当然大学的英语是不够用的 但如果你基本初高中掌握了 基本绘画是没有问题的 那很多人基础都没有掌握 所以基础是很重要 但很多人学了很多年 不敢说自己基础没有掌握 他也不敢说 我想要回到一年几重新学习 他不敢说 太难为情了 其实学习是一个繁厨的过程 各位看到牛 牛有四个胃 牛会繁厨的 对吧 一下子吃很多 然后再吐出来 然后呢 不断的咀嚼 繁厨 我们学习应该像这个牛的这种习惯一样 要繁厨 不断的回到基础 重新巩固 重新学习 反复多加几次 这样我们学习的知识 就会变成营养 我们真正会吸收 变成真正的营养 在我们感兴趣的领域 深深的挖下去 积累下去 知识要转化成修养 转化成营养 营养比那些知识更为重要 但是很多人现在满脑子是 哎呀 快点快点 快点走 尽可能多学一些东西 所以每天早上 我们催孩子上学 快点快点快点 不知道孩子的细胞死了多少 孩子搞得很紧张 各位重温历史 不是一件可耻的事 所以作者劝我们说 二十多岁的孩子 要回到来路上 就是你走过来的路上 重新开始学习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过去也是曾经和很多人分享说 要往回学 就是往过去来学 一个是往前学 一个是往回学 回去回 往回学 这是不同的学习的方法 因为很多人年龄大了以后 回到来路 的确很难 但是这样做 会开启新的人生 那为什么要求二十多岁的人 要这么做呢 因为可能到了三十多岁以后 回到来路 那可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所以回到来路 越早越好 作者曾经在麦肯锡公司工作 那麦肯锡公司呢 曾经啊 他们有一种这样的工作方法 就是在公司里面 他们让新员工去教育老的员工 你说怎么有资格来教育老的员工呢 他们这样做 是告诉新的员工 一个观点 就是公司的未来 要靠你们来创造 靠你们来创建 老的员工呢 也开始要学习谦卑 虚心 变得柔和一些 让他们知道 有可能再后的再前 长江后浪推前浪 把我拍在沙滩上 所以特别要小心 各位公司是训练厂 不是养老院 国家是训练厂 不是养老院 所以有些国家的百姓啊 就认为国家 你对我养老不好 高福利福利有剥削 所以我要起来罢工 但是他们不知道 高福利能撑多久呢 他们不知道 整个世界已经在变化了 他们没看到 一个年轻的人 如果只是按照公司的吩咐 去做事情 什么都不多想 那么在工作的时候 就会有 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而且心情呢 也会很好 但是这样的工作过程中 很多的人呢 感觉不知不觉的 麻痹掉 就变成了所谓的公私人 我们应该把公司 看作是训练厂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辛苦的工作 也会让人的心情 变得愉快起来 困难 障碍 都变成锻炼的机会 上司严厉的训斥我 我也看作是锻炼 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如果上司 对你所说的话和态度 如果是正常的 那叫锻炼 如果是不正常的 那叫磨炼 所以呢 如果你把公司 看作是训练厂 你都会得到益处 都能够坦然面对 这比那些在商学院里面的学习 可能在现实工作里面的学习 这些的经历 更加容易吸收 成为我们的营养 这样我们的实力就会提高 另外在公司里面呢 还要始终坚持 公平无私的立场 什么叫公平无私的立场呢 一般上而言 不要常说这句话 哎呀 我这句话是老板说的 是主管说的 是经理说的 那我们为什么常常 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呢 是不是想利用老板的意见 主管经理的意见 使大家通过我的观点呢 或者是替老板 替经理替主管说话而已呢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 用第一人称 说出来 我是这么想的习惯 如果一家公司啊 员工一直能够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那么这个公司 基本上就不会出问题 当然我们个人的意见 不能代表老板的意思 也不能代表我们那个部门的意见 那个部门的意见 可能和我个人的意见 是不一致的 所以呢 在公司里面 要保持公正无私 接下来呢 我们谈一下 35岁之前 我们能不能够在35岁之前创业呢 如果能创业 当然很好 如果不能创业 在35岁之前 如果有可能追求成为企业内部的专家 因为我们年龄增大以后呢 我们的精力体力会有变化的 不过如果我们人呢 怀着拼死的决心 努力做事情 就没有做不成的 但是一般上来说呢 作者认为35岁是人开始学习新的事物 并且能够因此带来变化的年龄上限 不过呢 这句话 我不一定认同啊 我也喜欢研究成人如何逆袭的 这些方法和理论 也就说 我不甘心如此啊 我相信 再过十年二十年 还是这样的心态 我们不甘心如此 总是要努力 所以我也在研究 一个成年人如何逆袭 人生如何逆袭 因为很多人 年幼的时候 他并没有太多学习的机会 家庭成长的背景 跟一般人也不一样 如果过去就决定了 那未来还有很多年了 所以成人逆袭 如何逆袭 是个很重要的课题 不过呢 作者是这么说的哈 35岁 他说是人开始学习新的事物 并且能够因此带来变化的年龄上限 供大家参考 这不是真理 总而言之呢 就是如果我们在30岁以后 我们就要选择一个专业领域 进入深入而彻底的学习 一个人可能超过了35岁 他可能不太可能 他可能不太可能 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具有很强领导力 或者创造力超级的综合管理人才 基本上比较不太容易 所以很多的人 能够成就大事业的能力 他们常常在35岁之前 就显出来了 听到这句话 大家也不要泄气 可能我们中心 很多人已经超越35岁 不要泄气了 只有我们活着都有希望的 我们继续努力 找到我们感兴趣的领域 我还是那一句话 有些35岁以后 走上成功道路的人士当中 大多数的人 都是作为公司里面的专家 发挥了作用 不过这些话 我们也供我们参考来思考 所以30岁是一个关键点 一个人是作为通财 走上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或者创业家的道路 还是走上企业内部专家的道路 必须大概在30岁的时候 做出决断 在35岁的时候 如果还没有展现出通财能力的人 就应该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选择一个专业领域 拿出不输给任何人的决心 走上成为专家的道路 也就说 35岁左右的时候 不要考虑太多的事情 找一个领域开始学习 增长能力 在这个领域里面成为T型人才 把那一竖竖得够长 在30多岁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技之长 做一个功力深厚的T型人才 然后找机会做派型人才 或者说把T型的横 把它继续横向发展 30多岁的人呢 可能各种忙乱的事情很多 每天都忙的是焦头烂耳 甚至有些人被迫要加班好几个小时 回到家里面那是筋疲力尽 他感觉自己没有必要 在为某一个领域成为专家而努力 他以为只要照样的工作下去 不出什么差错 今后的10到20年应该没什么问题 结果呢 他每天的生活没有了自主性 完全被公司的工作左右了 这也正是很多公司的员工 走错人生道路的最大陷阱 所以各位如果你在35岁左右的时候 放弃了学习 放弃了成为专家的努力 那么接下来的10年20年 有可能不会拥有太幸福快乐的人生 当然这句话不绝对 那你说我35岁继续找个领域 要成为专家来得及吗 只要坚持5年 你就有可能干得很好 找到你的兴趣和比较擅长的 坚持5年 甚至有些事情不需要5年 半年就可能成为专家了 你想财务规划专家 半年就可以了 一个人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之后 自然而然的就能够重新走上快乐的人生道路 从35岁左右开始坚持学习5年 肯定会成为那个领域的高手 今天你看到有些人说 哇他是专家 有可能只是比你早了半年 或者一年学习而已 所以不要太高山扬指 认为那些人物都是高山扬指的人物了 一旦你成了专家 那企业裁员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未来的公司会怎么样发展呢 现在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 未来的公司 很多公司他们的工作都会外包出去 我忘了是哪一本书 我看过这本书 很多的公司如何进行外包 应该也是配型人才这本书 什么叫外包 也就是说很多人呢 公司的工作细分出去了 那些外面的人 没有进到公司的大楼里面 他们在外面就把公司的一些工作分出去了 去做了 所以公司很多的部门都可以废除了 甚至公司的人事部门也可以废除 做到极致呢 公司只留下战略决策部门 又或者呢 留下最关键拿手的研究开发啦 设计等等核心的部门 其他的工作都外包出去了 所以会大量的裁员 那怎么办呢 所以35岁左右啊 你就要继续努力啊 那现在我们谈谈40多岁 40多岁的人想要当专家 可能有一点迟了 不过我还是不信邪 只要你努力找到你感兴趣擅长的领域 有可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些话只提供大家思考 是刺激大家 让大家不要懈怠下来 不是说这些话是绝对的 这些话并非真理 只是是作者个人的一个看见和经验 他有一定的道理 他不一定是真理 所以呢 大家不要泄气 但是让这些话刺激我们去努力 这是好的 40多岁的上班族是很难成为T型专家的 如果一个人过了40多岁 你要努力成为专家 还不如好好地想一想 我能不能成为一个通才呢 然后回过头 看看你自己走过的道路 研究一下 我如何成为一个通才 我到底还缺什么呢 我们自己的弱点最清楚吧 你可以做一些测试 比如说性格测试 那有的人呢 那很有分析力 那执行力却不强 那有的人呢 很和平 但是他不懂得领导力 对吧 那有些人呢 以人关系为导向 有的人呢 以事情为导向 没事他不找你 有的人呢 没事也找你 他是以人本 人际关系为导向的 所以你可以多做一些测试啊 知道自己性格有哪些软弱 对吧 然后呢 你看看 就补补那些 怎么样 我已经40多岁了 我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通才 经过一些测试 然后有意识的集中学习 弥补自己作为通才所欠缺的知识和技能 另外40多岁的人 最好有一个心理准备 准备被裁员 这也不是绝对的哈 有些人40多岁 已经是事业打到人生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高峰了啊 他都已经做得很成功了 但是我说有些人 不代表全部的人 有可能你40多岁 你早已经想好了这些 但对于有些人来说 40多岁的人要准备被裁员 因为将来的公司 很多的工作会外包出去的 人有必要 以被企业裁员为前提条件 重新规划自己今后的人生 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公司要裁员的时候 好 一个人被裁掉了 下一家公司接受你 恐怕下一家公司 因为在你这个年龄 下一家公司有可能是被现在裁员的这家公司会更小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越是40多岁的人 越应该时刻准备着去拼搏 有一天我突然有个想法 哎呀 我这个年龄的 我还有学习那么多的知识吗 还有学习那么多的技能吗 还有学习各个领域的知识吗 我突然有一种法力的感觉 但是我第二天 我突然看到朋友圈上 有一位医生 应该是60几到70了吧 我不太确定他的岁数啊 但是他每天都在学习英语打卡 我想乖乖 他60多岁了 人生啊 还不断的在学习英语 每天学习英语打卡 我想 那我还是继续学习吧 免得我现在放弃学习 到了60多岁 我又得重新学习打卡 何必呢 那还不如现在一气呵成 现在不断的持续的去学习 开发我感兴趣的领域 让我的T型那数数的足够长 然后怎么样发展出 成为一个派型的人才 就是斜杠青眼 多元化的人才 所以各位也应该如此 一个40多岁的人 离退休 应该还有20到25年的时间吧 那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能力 就算我们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学习 那剩下的时间也足够多 所以呢 我们应该瞄准通财 而努力学习和充电 这是能够保证我们退休之后 幸福生活的诀窍 总而言之 一句话 40多岁的人应该保持着 一直保持着拼搏的精神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50多岁 50多岁的人要考虑退休之后的生活 因为退休之后的生活 有可能比你在一个公司上班的时间还要长 你说50多岁就准备退休生活 是不是时间太早了 绝对不早 55岁的人离退休 如果是60岁退休 还有5年 65岁退休 只剩下10年 按照现在平均数目来说 80多岁 其实现在90多岁的人很多 现在平均数目已经增长了 按照维基百科来说 74岁开始到90岁才算是老年 我常看到有些人60多岁就说自己老了 我问他多少岁了 他说60多了 我就告诉他 按照维基百科 74到90算老年 我说你60多 你充其量是中壮年 我告诉他 像我的眼里还算青少年了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总而言之 意思就是说 哎呀 我们现在就应该计划退休之后的余生 应该怎么样度过 要考虑退休之后 我要做什么 我想干什么 免得很多人退休之后 每天过的都是星期天的生活 什么叫 每天过的都是星期天的生活 很多人就无所事事 发现突然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发现自己的人生越来越黑暗 甚至有些人呢 还没学会干家务事 退休了之后 还靠夫人来打理生活 然后呢 有些退休的人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制定一大堆 根本没有办法完成的计划 一个人如果每天过的都好像是星期天的生活 无所事事 那是很痛苦的 如果我们想退休后 想过光辉灿烂的生活 各位就应该从现在开始 有的人说 哎呀 我很喜欢钓鱼啊 退休之后 我每天都钓鱼 如果你除非你是真正爱好钓鱼 否则你可能钓几天就也会厌烦的 要早早的计划好 你想退休之后的生活 要过得很有趣 你现在就不要放弃你的兴趣 很多人在中年的时候 把自己的人生啊 全部献给了工作 所有的事情都在为工作让路 孩子也要为工作让路 爱情也要为工作让路 婚姻也要为工作让路 我们的人生啊 不应该如此 我们的人生应该是 在有自己想做事情的时候 就算没有条件 也要创造条件去做 有些人是上班族 上班族也不是说就不好 总是需要有些人做老板 有些人要上班 也是很好 但不要在时间上浪费 有些人需要减少一些睡懒觉的时间 有些人需要减少一些喝酒交际的时间 如果你打高尔夫球 不是你热衷爱好 打高尔夫球有很多的好处 没错 但如果你只是凑热闹 那你甚至可以去做 你喜欢做的钓鱼活动 每个人不一样 如果你很喜欢钓鱼 这真的是你的爱好兴趣 那你就抹炼钓鱼的技能啊 甚至有些人会开船出去钓鱼 还考到那个专门那种船的驾照 这样你退休之后 可能你会拥有很多的钓鱼 甚至你可能开启 因为你的技能很好 还开启一条新的人生之路 总我言之一句话 现在就尝试一下 演练一下退休后的生活 那作者呢 他很喜欢玩一些乐器 他说我退休之后 我要玩这些乐器 那退休之后 人的身体会产生一些变化 可能演奏乐器的水平会降低 对吧 那他怎么样保持这个演奏的水平呢 他就是这样做的 他每一年都开一个规模不是很大的演奏会 邀请亲朋好友过来 这样保持他的水平 为退休之后的生活做准备 我想这真是有先见之理 挺好的计划 为了为退休生活做预备 夫妻两个人要尝试 相同的同样的爱好 可能是相同的新的生活节奏 为什么要有比较一起 不是说你们每个人夫妻双方的爱好都一模一样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要培养共同的爱好 因为退休之后可能夫妻活动的时间会比较多 因为儿女都离开了 如果夫妻在中年的时候关系没有修复好 那退休之后有些夫妻在退休之后反而要闹离婚 哎呀很尴尬 退休之后孩子都离开了 反而要闹离婚 因为他们在中年的时候忘了经营婚姻 我希望我们读书会的朋友们不是如此 另外呢 作者提议说如果我们退休之后啊 我们的家居住所可以有变化 因为我们中年的住所呢 有可能是根据工作来选择的 睡觉的床也好 甚至有些人呃 他工作他的居所呢 是根据孩子来选择的啊 是养孩子的一个窝 那退休之后呢 可以以积极享受人生这样一个标准来选一个住的地方 搬起此家也无所谓 事业可以扩大 景色也不一样 氛围也可能有所改变 最后我要说一句话 我们人生走到最后的一 最后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说这句话 回过头来 回想这一生 我们能不能说 这一辈子我过得很好 没有遗憾 我想人生不断的归零 很多人说移民到国外 好像计算机一样归零 归零 常常是一个归零的过程 在国内很有能力的 到了国外 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很多的时候 能力好像发挥不出来了 有个归零的过程 我自己在国外十几年 就待了三个国家 根据我本身 是不愿意这么选择的 但是在一些地方工作完了之后 就得换一个国家 但是我回想 也是有好处的 人生不断的归零 其实以十年为一个单位 各位 我们的人生 有好几次清零归零的机会 一个人的人生 不到最后就不应该绝望 我们应该认真努力 让自己成为一个胜利者 如果是五十多岁的人 甚至可以写出他的木质林 我大概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在国内上过一个丰盛人生的一个课程 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为我的人生写了一个木质林 我也思想了我未来的那个追悼会 是怎么开的 那个道词是怎么写的 我希望我人生走到最后 别人是怎么看我的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因为上那个课程 我已经写好了木质林 至今我人生的目标 是跟二十几岁的那个人生 最终的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 也好好地思考自己的一生 我衷心地祝愿大家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活出那个阶段的精彩来 今天晚上的分享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